三名孩童過馬路 沒想到下一秒一輛休旅車 突然衝出來直接把人給撞飛 警校貨報迅速抵達現場 立刻將傷患送醫 並且直接在救護車上進行CPR急救 因為有兩名女童已經失去呼吸心跳 書包鞋子全都散落一地 警校就怕有個萬一 後續就將所有物品移到路邊草叢 而這起誇張車禍就發生在彰化現身港鄉 二十二號晚上六點二十一分 陳姓三姐弟放學回家 經過交叉路口時 七十四歲消心駕駛 疑似沒有注意到三名孩童正在過馬路 直接衝過路口迎頭撞上 兩位姐姐在現場一度是失去呼吸心跳 經過搶救之後 目前均與歸部呼吸心跳 那弟弟的部分 那是左腳稍微擦錯傷 沒有大礙 兩名女童雖然恢復生命跡象 但十歲的姐姐同步嚴重受傷 八歲的妹妹也還在加護病房搶救 而根據了解三姐弟來自單親家庭 以往都是由阿伯負責交通接送 而交方接過消息也感到一月探望 至於詳細的肇事原因 還有在調查釐清 不過就怕這一狀會釀成無法挽回的創傷 造成三姐弟無法抹滅的心理因應 這新聞官方的吳國儀 張新智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